这个新的台北市长呢 在12月25号他就要上任了 不过这个选举真的不比当家 选前有各式各样让选民 哇 看了好鸡赏的证件 从什么网络票选这个局处长 公办都根 公车路线要做调整 新建大量的社会住宅 到时候拆掉 中小西路公车专用道等等 但是现在必须要从文字 要化成行动了 所以所有的选民都睁大眼睛 盯着看到底这些证件 你能不能够录实啊 如果不能录实的话 这个科匹真的穿得干了 这就是选前你讲的越多 你现在糗的越多 现在就要看怎么验收了 年华你看接下来该怎么办 的确了 你在候选人的时候 你讲的叫证件 那证件不一定百分之百 一定可以做得到 有时候证件提的是一个理想 一个愿景 可是当你变成当选人之后 你讲的就叫政策了 你政策就应该 既然你市长讲出来就要做到 你做不到就不要讲 我觉得柯文哲的问题 可能他 因为选举跟当市长 毕竟是两回事 选举的时候很多被视为 很有创意的 或者年轻的朋友觉得 哇这个超酷 这个太正典了 在你当市长之后 可能就变成说 你在搞什么东西啊 因为市民对候选人 跟一个市长的要求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说中校西路公车专用道 我个人就非常坚持 柯文哲你非猜不可 你不猜我一定严厉谴责你 我也同意猜 你不猜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对 因为那一条公车专用道 存在八年 但是从来没有启用过一天 那代表什么 历史已经证明了 这条公车专用道 它是个盲藏 它就完全 它是没有用的东西 那你为什么 你跟郝龙斌见面之后 突然想说我回去 还要再研究看看 那我如果把你这个话 往前推的话 你选前说要拆 是不是当时你研究不够 那如果再把它扩张的话 那是不是你当时开了很多证件 都是研究不够的 比如说五万户 社会住宅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公车专用道 而且现在很多人 会把责任推到说 那个是赫承淡时代规划的 没有错 我想这个钟晓平议员很清楚 台北市的公车专用道系统 赫承淡时代开始规划 其实黄大洲时代也开始做了一些 附序都有在做 可是一个很大不同 赫承淡时代规划是 他跟捷运的路线 他是成垂直的 就是他主要目的是 要接驳捷运的乘客 利用我比如说 我坐到这站下车 我搭公车到别的地方 这样节省很多通勤时间 可是我们看台北市 被骂的最凶的几条公车专用道 包括中校东西路 包括罗斯福路 他底下都有捷运在跑 你现在是怎样 公车跟捷运在抢客人吗 昨天一个新闻说 捷运松山线通车之后 行驶南京东西路的公车 运量少了三成 那南京东西路 也有公车专用道 那柯文哲你要不要也评估一下 这条公车专用道 有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所以我真的 我从柯P当选之后 我也一直在公开场合 一直劝告他 很多事情 你要改掉选举时候的习惯 选举的时候 因为他没有很多钱去登广告 所以对于记者去采访他 他是采取问道宝的模式 就是问道你完全讲不出问题来了 可是你当市长之后 我觉得这个习惯 可能要稍微做一点调整 你毕竟还是需要一个发言人 因为人都会讲错话 可是我们平常讲错话 大概也就算了 道个歉 告一下 对那台北市长讲错话 有时候你可能讲错 出了天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柯P真的 稍微修改一下 那也许会有人讲说 那我们就是喜欢他的性格 所以才选他嘛 可是我觉得这个修改 对于你的本质是无伤大雅 就是说你的嘴巴 或者说你的嘴巴要不要想着说 不要动得比你的脑袋快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他 12月25号就职之后 他需要去调整的地方 我比喻啦 柯P当选的市长 就跟台北市民 好像是一段婚姻 变成夫妻 我选择了柯P 结婚了以后 柴米油盐酱醋茶 要不要生小孩 教育费的 那很烦的 早上然后泡牛奶 两个夫妻踢来踢去 你起床炮 你起床就开始吵架了 然后早上五点半起来 弄早餐送小孩 七点要送到小学门口进去 没有那么简单 任何的体系也不是这么难 可是市政是一个体系 是要有程度的 我举例说以交通为例 我们认为 我在南军的议员 我都举例主张 在总质询要好楼宾 拆掉公车专用道 好楼宾为什么不拆呢 因为那是马英九做的 他不敢拆 就这么简单 就不敢动马英九 错的也不敢动 那大家竞相搞民粹飙车 我说公车专用道 你黄大作先做了 你做了 我举例主要搞个六条 举例主要搞个六条 我马英九我要搞个七条 我陪你多一条 然后可是这是不对的 你把交通的东西 捷运是动脉 捷运太少你知道吗 捷运三分之一的里程式实体 三分之二还在画 画图类的虚线 三环三线什么 板南线一大堆线 你怎么样筹六千亿 把捷运全部弄起来 完成这动脉完成 然后什么叫公车 那叫静迈 棋盘式的就像年晃讲的 然后到不了东西 要来补 补齐不足 而且我们的花了六千亿 把所有的动脉 所有捷运弄起来以后 百分之八十人走路 五百公尺就可以到捷运 再下去了 这才是这 好 再来那什么叫维血管 不管你走路 不管你去U-BEC的脚踏车 不管你坐短程的计程车 都叫维血管 动脉 静迈 维血管 这叫体系 这叫程度 不是 就是要有人去教科文的 这个东西再发言 然后公车算用到 是非猜不可 多找一些钱 建立一个 多找一些人才 找一些钱 把捷运真的做好 然后真的 SOPH就这样出来 不然一次一次闹笑话 闹了第32次的时候 大家就不喜欢你了 投你票是因为你运气好 本党推出一个 最弱的候选 叫连胜文 很恨 羡慕 阶级 不要这样一直讲 你们最弱的 你们搞不好 最弱弱的还没出现 所以连胜文也不差 都说连胜文讲话 谢谢你 谢谢你 我跟你讲 我再讲一句话 以前是泄愤 网路 婉君宝贝让你当选 可是让年轻人过好日子 才是你考验的开始 没那么简单 我告诉你 我推测他是会拆的 他是会拆掉的 因为他那一天 接受我的访问说 他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拆 他自己破掉梗了 因为夜深人静拆比较好玩 你知道吗 一个惊喜 是他自己说的 又不是我问他 因为前一天他报纸 不是八家媒体访问他 他就眼睛一亮说 我要拆当天连晚是用 应该是用头条 还是二板头条登的 那第二天我访问他 他自己就高兴的这样说 找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拆 结果搞成一个头条 他自己把自己的 旌旗礼物给搞掉了 所以他一定很后悔 说六嘴 对他的人格的一种 对他后来发展的一个看法 他一定会拆 而且他也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可是他现在把它藏起来了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人 他喜欢他一定要商人之后 做一个跟大家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他会拆 我相信他会拆 我觉得公社中用道的问题 我觉得最后还是会拆 尽管说他见了好龙斌之后 然后说这是为了这个什么 就是说在那边 中校桥引道 对 然后引道的问题 那你引道 你引道可以缩窄 干嘛要弄那么宽 你引道的话 你还可以把这个路线这样子 引道你只要用一个双黄线 把它虚格开就好 对 没错 甚至你用一个柵篮就可以了 台北市认为那个理由不成立 他说这条早盖了八年 完全不成立 所以我认为猜是一定要猜的 而且方向是公车 尽量少经过台北车站 已经复合不了了 这是政策 他要搞清楚政策 台北市上台之后 如果不猜的话 我会天天上台北市政府去抗抗抗 还有 我跟你讲 如果不猜 有一种可能就把它保留 然后把它改名叫英九大道 那真的不行 那叫英九小道 那这样的话 柯文哲当选的话 那他真的是蜜月期 真的不到一个 他会猜 创一个奇迹 三个车道 全部废掉工作 弄半个车道 中一排大树 有意思 不影响交通 还绿化 真的 没有半棵树 很难看台北车站 真的 你敢不敢这样干嘛